大家好 今天这一节目呢 我们讲一下 东亚外地的这个秩序梯路 这个这个话题 秩序梯路这个话题呢 就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因为 在沦陷区和沦陷区以外的地方 它梯路是不一样的嘛 那我们对于我们 无阅读律运的玩意 有用的这个话题呢 我们就我们就 讲一下沦陷区境内 以及和沦陷区 差距较小的较小的一些地方 我们讲美国的梯度 那好像对我们 没有什么直接的帮助 对不对 因为两者相差太大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今天讲一下 就是说香港 香港的这个秩序梯路 那最好的香港的最好状态呢 当然是在帝国主义的殖民之下 一个一个 相当于是和平演变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大英帝国 作为大英帝国的一块殖民地 然后通过时间通过跨代 然后和平演变 这样是对于香港 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好 那当然 这个这个东西 好像对大英帝国本身 好像没有什么 对英国本身 好像没有什么 实际的实际的好处 或者什么实际的影响 对吧 你看像 你像香港这样一个港口 英国如果放在新加坡 或者放在什么马来西亚 什么地方 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对吧 anyway 对香港而言 那帝国主义的殖民 相当于是最好一个状态 那么这是最好的一个秩序 那第二级的秩序是什么 就是说 那是香港自发的一个 相当于是我称之为是一个 陈浩南秩序 对吧 就是陈浩南的这样一种 他这种帮派性 是一种自发的秩序 他至少不是 布尔什维克的一个逆向之民 他是一种自发的秩序 那是一个相当于是第二好的状态 我们我们沦陷去书生的人 应该都看过这种港匪片 或者说港战片 就是香港的这种警匪片 描述的也大 大概的冲突也就是两方 第一方就是 帝国主义殖民建立起来的这套体系 和另外一套体系 就是说香港自发秩序 陈浩南秩序之间的一个冲突 多半也就是这样 这是一种次好的秩序 那比较差的一种秩序 就是说是被共产党逆向殖民了 就是说像现在的香港这种状态 就是说共产党来武力接管 或者说是逆向殖民 那这种状态相当于是一种 秩序的消费状态了 前面两种状态 帝国主义的殖民 和自发秩序的陈浩南 这都是一种秩序的生产状态 秩序的积累状态 帝国主义那种状态就不用说了 像陈浩南这种状态 虽然他说是积累的并不是很多 但他至少不是一个秩序消耗的状态 你看 像陈浩南 他们对自己的手下 或者说对自己的团体 那还是非常好的 对吧 就自己人之间还是可以相互幸运的 然后他们的秩序 比如说一个 比如说陈浩南的帮派 有50个人 他50个人的核心秩序浮散到了 比如说500个人 然后500个人帮派的秩序辐射又辐射到了周围的 比如说5万个人 比如说20个小区 20个社区 或者说是一块不大不小的一个像小镇一样的一个地盘 这虽然不强 他秩序能力 生产能力虽然不强 但他还是一种自发的秩序 并且他还是一种比较弱的积累 他有一定的秩序冗余 因为他的秩序冗余可以辐射到他核心团体以外的地方 即便他不是很强 但他也是一种正向的积累 然后再说第三种就是共产党或者布尔什维克的意向之明 这就纯粹的属于一种秩序消耗状态了 因为共产党他本身是不生产的 他本身并不是生产的 他自己也是消消费者 他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消费者 这种状态相当于什么 是吃老本坐吃山空那个状态 吃完以后吃完以后他就断子绝孙了 现在香港共产党接管的香港还有的吃 因为他就是处于一种你仓库里的鱼粮 他还有的状态 所以他就先坐吃山空吃了再说 至于吃完以后会怎么样 那共产党当然是没有办法的 最后只能变为最后秩序阶梯的 最下面的第四种状态 就是张献忠状态 因为吃完以后 没有秩序容易以后 那怎么办 你要人避免消费 那是不可能的 你把人养懒了以后 再让他勤奋 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等到共产党吃完了 吃完了就是帝国主义的鱼粮之后 那接下来就要靠张献忠出山了 对吧 张献忠出山来清理 清理最终的一塌糊涂的一个盘子 对吧 OK 那说香港这个东西 对于我们无约独立运动 有什么参考或者借鉴意义呢 首先我们要考虑到实际情况 就是说我们沦陷区 沦陷区内不比香港 更不比台湾 对吧 我们考虑到实际情况 就是说想要香港的最佳状态是帝国主义之民 他帝国主义的辐射或者你山寨 哪怕是山寨像印度人一样 山寨拷贝帝国主义的这套东西 然后经过时间经过跨大一带的下来 变得稍微好一点 对吧 但我们对于我们无约 对于我们沦陷区而言的话 你指望帝国主义之民 那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想法 对吧 我们实事求是想 你说美帝国主义或许他有兴趣治理一下日本海 或者说是他有兴趣治理一下日本 或者有兴趣治理一下 可能有兴趣治理一下新加坡什么的 但我觉得他肯定没有兴趣来治理杨子江 对不对 神经病那不是吃饱撑的吗 是吧 然后 在现有的这种现实情况之下 我们要考虑问题就是说 你指望一个不存在的选项 或者指望一个根本 根本就是天方夜谭的选项 那等于是等同期权 你选项只有ABC三个选项 然后你选个D 那我觉得你大概率等于说是你这道题就相当于是交白卷 对吧 当然我们可以可以有 有的人肯定会说有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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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概率 可能是这个题目本身就错了 ABC三个选项都不对 可能会是有这个小概率了 对不对 但我觉得我们不要期望小概率 我们我们我们找眼于大概率好不好 大概率你选择一个D 不存在的选项 那么等于说相当于是你弃权了 交了百卷了 那么除了除了这个帝国主义殖民以外 那程浩南秩序行不行的 因为这经过中华帝国的一个解构 解构时期或说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逆向殖民 解构了解构了沦陷区境内的一些土豪 一些乡民这种残余的秩序 秩序的结构之后 沦陷区的人大多数都是一种处于 都是处于一种像原子人的这种状态 我们必须实施求这次讲 装逼自古以来都没有好下场 装逼有什么用 什么用也没有 然后在帝国 国主义殖民非常不太可能的情况之下 然后程浩南秩序又被除根的情况之下 我们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不能指望 你不能指望一堆原子人 或者你不能指望 这个事情我的体会是怎么来的 我说一下 就是你不能指望 比如说在推特上一些网络活跃分子 你不能指望他们干出什么像样的事情来 对吧 他们可以表示什么 口头上的认同或者政治上的认同 但这种这种认同感 第一你没有办法考量你是不是真的 第二就算你是真的 好像也发挥不了实际的作用 对不对 就是说现在考虑到 沦陷区内无约独立运动的这个现状 也是一样的事情 就是说你指望帝国主义不可能 我们排除了这个选项 你指望程浩南的一个自他秩序 好像你也不能指望这些原子人 已经经过了共产党社会主义改造的 这些解构之后的原子人 你们你不能够指望他能够产生像 陈浩南这样的秩序 对吧 当然如果他能够产生的当然最好了 对吧 但是料底从宽料是从南 你不能指望在现有的技术上 能够产生出一种比现有基础更好的 而且是自发的 自发产生的这样一种状态 好像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对吧 那么第一种和第二种 比如帝国主义和程浩南 帝国主义秩序和程浩南秩序都不存在 或者说都是非常小概率的情况之下 那第三种是什么呢 第三种就是共产党逆向殖民 那第三种等于就是说让共产党续命 对不对 那等于就是说支持习近平大一统 因为第四种是张献忠 第四种张献忠肯定更糟 对不对 张献忠肯定比共产党还要糟 共产党的强力部门 或者共产党的什么公安部门 物件部门 他镇压一下龙基兵地区 镇压一下大城市的这些地方 那至少还管你吃 吃甲鞭钩的土豆可以 对吧 你等到张献忠来 那就是相互烧烤的时候了 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 能够做什么呢 能够做了最好的 最好的一个选择 我认为也就是靠海外的海外的一个 比如说富国军团 他到时候会去打一波 打了一波以后 我们暂且不说这一场打赢还是打输了 打一场以后 这个辐射效应可以涵盖到一些地区 那么这些地区可能是可以比如说组织起来一个类似于陈浩南的这样一个组织 对吧 然后这种组织的状态肯定是好过好过共产党的强力部门的一个一个统治嘛对吧肯定是好过共产党的一个 逆向之民吧 他其实他还是有自己的组织的对吧 他有自己的一些什么帮规啊什么帮规什么就是你做大了以后就是法律嘛对不对 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 然后你对于帮你的兄弟的这样一种照顾啊什么 或者说对帮你自己的兄弟是非常非常好的这种状态其实就是相互进行信任是不是 当然我们也不能指望凭空的从凭空的从一堆沙子里面构建出一栋房子 因为经过了共产党的逆向之民经过了共产党的解构之后 沦陷去境内都已经成为了一种散沙的原子化的这种状态了 我们也不能够指望一堆散沙能够自己的逆向形成一栋房子 就共产党相当于是把一栋房子解构成了一堆散沙 但我们不能指望一堆散沙能够逆的时间状态形成一栋房子 这很不靠谱吧对不对 所以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说只能从海外拉一支军团回去打一仗 至于打一仗以后造成的辐射效应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目前是没办法预知的对吧 我们只能说是近人士听天命这样子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关于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还有得讲 但是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